部分的話其實之前也做過了在哪一個單元在好像第五次上課的地方 這邊也有Netbar部分所以Netbar部分的話第五次上課這邊有 有一個什麼增加首頁Home的導覽列 如果說你已經忘了差不多啦也許可以這邊看一下其實很多地方都大同小異 那當然要做Netbar這個Netbar的話該怎麼做 首先第一個 我們必須要先在底下先多一個什麼多一個所謂的footer 那footer的話幾個方法啦我剛剛我們在插入頁面的時候如果忘記的話 那其實你可以怎麼樣 自己在手動增加不過特別注意喔那個 DIV的頭跟DIV的尾一定要放對地方因為其實你會我會常遇到就是說 同學會發生那個App出現錯誤一定都是放錯位置 所以如果你沒有放錯位置的話 那應該就沒什麼問題我是拿上面的header 把它直接什麼複製貼過來 那改幾個地方 其實改一個地方就可以了 改這個地方 本來是header把它改成footer就可以了 data road等於footer 那你會發現在下方就ok了這邊就有一個 那名稱的話呢我們不要叫這個 我們叫這個名稱的話呢直接就把裡面東西delete掉了 那其實你可以直接拿什麼來改 之前我們的做法是 拿什麼 拿那個 Netbar改成disturview 那現在可不可以顛倒過來 其實也可以喔 怎麼樣顛倒過來 第一個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 我們可以把UL到UL 這一串把它複製一下 再來的話 把它貼到哪裡呢 貼到這個footer的中間 不過它這個地方 預設是什麼 H1是標題呀 這個其實可以把它拿掉 或者你不要拿掉的話 你可以把H1 改成什麼 DIV 開頭 然後後面的話呢把它改成 DIV結尾 DIV結尾 為什麼 因為特別注意喔 Listurview 不需要DIV 但是Netbar一定要DIV 那中間這個是空白 把這個空白 把它拿掉 然後你把它Enter 把它中間隔開 意思就是說我把待會的那個 那個什麼 Listurview那一串 UL到UL 把它貼到哪裡 貼到這個DIV裡面 特別注意喔 Netbar跟Listurview最大的差別 就是一定是 這個Netbar一定要是DIV裡面 然後把它貼上 好 貼上之後的話呢 你必須改幾個地方就OK 第一個 請你把什麼呢 把UL 到UL這個範圍 UL後面的東西 Listurview這些東西把它拿掉 恢復成原來UL到UL OK 第二個的話呢 重要景點這個不需要 因為 這個重要景點的Listurview 只限於 那個Listurview裡面可以用 把它delete掉 OK 意思就是說 我們在Footer裡面 增加了一個DIV的頭 斜線DIV的尾 然後把剛剛上面的Listurview 貼過來這邊 保持原來的 就是 那個UL到UL的狀態 OK好 那這樣基本上 我們就完成了第1步了 第2步的話請你再把什麼 把DIV後面 加上一個叫DataRaw 各位也還有印象 或者你可以從 那個 檢視標籤做也可以啦 不過我習慣 直接從這邊好了 比較快 DataRaw 也就是它的什麼呢 它的這個DataRaw的 這個角色 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就是 DataRaw OK 把它改成什麼 等於什麼呢 就是Netbar 就是那個導覽列 所以DataRaw把它改成 Netbar OK 這樣的話呢基本上 我們就 基本上完成了第1階段了 我們來看一下 切到這個 把它存檔好了 Ctrl加S 然後再把它 切到即時一下 OK 看一下 底下看 這個 不過它在底下 必須拉到底下 有看到 有沒有 這時候的話呢 綠島機場點一下 切過來了 上一頁 然後南寮雨桿 OK 也有了 只是說呢 這個地方呢 還有幾個地方 不太OK的 因為上面沒有圖啦 所以感覺雖然很 一塊 但問題 沒有ICON 感覺就是 會 還是差了一點 所以最後的話呢 再把它改成什麼 這個 其實說真的 剛剛有講過 ICON 就是那10幾個 那 不知道實在不知道又哪一個啦 所以我就亂 隨便湊一下 這個叫 XX 然後 反正這個 這個上面的ICON 你可以自己再找一個比較接近的吧 大概湊一下 大概就這幾個 所以呢 我如果要在上面加上ICON的話 那再來呢 我可以把 把這邊即時切換回來 然後怎麼樣加ICON呢 可以直接在這上面點一下 或者點這邊也可以 綠島機場 找到資料標籤 裡面叫什麼 DATA ICON 這個 有沒有 叫DATA ICON ICON的話 那裡面的話基本上就那10幾個 那至於說哪一個是哪一個 我好像印象中在102 APP裡面有 有放那一張圖 所以你可以 自己再去參考一下吧 102 APP裡面 他有一些那個 這個講義吧 我記得之前好像有在這個102裡面 放一張圖 那張圖的話就是 ICON對應到的名稱 常常常在底下 Icon對應到的名稱 在這裡 在第11的地方 所以 剛剛我們第1個是 Delete 這是 Minus 然後一個 Grid 還有一個什麼 我有點忘記 還有一個 Home OK 所以如果按照這個 這是Delete 這是Grid 這是 Minus OK 然後呢 再來是Home 那我就分別把這個ICON加上去吧 所以這邊的話 加上一個 Delete OK 然後這個南條綠港點一下 這個把它改成Grid 當然你不一定要玩 這Grid 選錯了 應該是Grid Grid的表格 大概 然後 這個的話呢 用什麼 用 Minus 這個 減號 然後這個的話就用Home OK 大概因為 其實說真的這裡面 就這10幾個 總共的話 真的 你能夠選的有限 總共 17個啦 17個按鈕 那當然之後呢 會再教各位 如果你這17個不夠用的話 有沒有辦法乾脆自己來抓 或者自己做好了 或者是從網路上抓抓看有沒有更漂亮的圖 如果有的話可以把它改進一下 哇這個App感覺就會更加的不一樣 好 那做完之後的話我們把它 把它在這個 即時看一下 那你會發現 主要是在這個超連結 後面多增加一個屬性 叫做Data icon 或者將來當然你也可以自己 在這邊打字也可以啦 如果你程度 OK的話 以後的話直接在自己上打 OK 即時看一下 那你會發現 把它往下拉 OK這邊就看到了 不過呢 會有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 因為剛剛也有同學提到說 老師這個 有時候很麻煩 要捲動到下面 之後 才可以看到這個下面的 這個Netbar 那 不知道各位 有沒有用過 有一些的App 或者一些網站 它一跳出來 你會發現 它底下的這個Netbar 就直接固定在哪裡 直接固定在下方 只要你有捲動 它一律一直 跟隨著 Follow在這個位置 就是一直 反正你 這個 很常的頁面 它這個會如影隨形 那這個地方怎麼做 能不能做到這一點 當然可以啦 這個地方的話 請各位先試試看 把這個導覽列 先做完成好了 OK請各位試 要把 重點大概 第一個 我剛剛是拿 List View來改的 或者你重做也可以 List View部分的話 就這一段 上面的話就DIV 到DIV 一定是放在Footer裡面 OK 畫面再還給各位試試看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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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